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说一下网络上传得很火的大同 校园霸凌的事 校园霸凌的两个男孩欺负另外一个男孩 而且的话关键是什么 这个事为什么引起了网络的广泛关注呢 因为那个孩子很小几岁 也就是说在我们承担这个民事能力的年龄的 你要知道14岁是个行事能力负责 10岁是民事能力的负责的年龄 你小于10岁的话呢 咱们应该这么讲 他的那个民事行为能力也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所以的话呢 小于10岁的时候 他做的这个事啊 这个尺度让人看得很可怕 就是说那么小啊 就可以有些事呢 干得这么饿 所以这是一个网络上接受不了的 而且你小的时候就这么饿以后 大了怎么办 我们现在老讲这个青少年保护 保护的话呢 就是保护青少年干了坏事 犯了罪 然后又保护他隐私 又降低他惩罚 好像呢 他还能被社会接纳 但实际上呢 干这个事的呢 经常是什么 小霸王的背后 是有故事的 经常呢 他跟他的教育成长经历 和他的家庭状态都是有关 而且呢 好多事敢欺负人的 他经常是什么 他家里头不定是什么呢 他有权啊 他要没有权早被收拾了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对吧 所以这里头真到一个地方 你要问他家里什么 让他父母承担什么责任 好多事就不说了 对吧 前面我们其实做过几期节目 讲呢 那清朝的时候 在处理类似的事情上的时候啊 乾隆皇帝很狠的 清朝的话 他规定既有对于未成年犯了罪的从轻 从轻的话呢 各种团游 他同时也有什么呢 你对于这未成年 你很小的时候就犯罪 你小了都如此 大清和以堪 然后反而是加重的 乾隆皇帝是判了很多年龄很小的孩子 死刑的 那不是开玩笑啊 所以在这个事上的话啊 像这事怎么理解 一方面的话呢 你像看了这事 很多人都在说啊 这个刑法的年龄 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年龄 要往下排 因为他的这个行为 如果发生在成人之间 肯定的是属于这个侮辱虐待 他不是说 简单的一个民事行为了 肯定是个刑事的责任 但是呢 这侮辱虐待在中国啊 还是比较低的 你想美国的话 他有那个酷刑折磨啊 像美国这样的霸凌 他可以是重罪 前面的话也出过一个案例 曾经中国的美国留学的 某个富家女 霸凌别人的话呢 可能面临的是什么 是25年的重罪啊 你要知道 实际要是判25年啊 比中国的那个 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年限 一般都是要长的 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25年是相当重的一个重罪了 人生有几个25年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的25年 所以这事啊 你要知道中国的话 你就算侮辱这些罪啊 那也是什么 16岁以上才承担呢 16岁以下是没有的 明白吧 16岁以下 只有什么 抢劫杀人什么什么的 那个特别严重的一些罪行啊 他现在呢 可能人家说了他8岁 这么样的状态 但是这个8岁啊 他不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我认为什么 他不是说不承担刑事责任 这事就完了 你不承担刑则呢 过去是说什么 有公读学校 现在是什么呢 像这种心理有问题啊 干什么的 你像吗 有精神有问题 有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地儿 对吧 然后关键是什么 这个事啊 你不是说不承担刑事责任 你就不能深挖 你起码得深挖一下 他这些思想怎么来的 从哪学的 你从什么不良视频上学的 那不是说你简单一句话 我们得找到那不良视频在哪 找到那个不良网站在哪 你在哪学的 你家里谁教你的 谁教唆的 其实这个事啊 如果要深挖的话 其实故事挺多的 尤其是什么呢 经常欺负人啊 非常恶劣 非常霸道的一些小男孩啊 他也被别人这么欺负过 所以有些事不是简单的就完了的 咱们得深挖一下 包括呢 他在家里可能看见他们父母 干个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干的 对吧 他这个事呢 你要是说没有一个经历 没有见过 八岁小孩不太可能 而且八岁小孩 你就算是翻手机 翻到这些视频 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就是他从他的这些年龄状态来讲 怎么来的 这事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学校有什么样的责任 就是说包括这件事 你作为十岁以下 无迷失行为能力 就是学校发生了这件事 那学校得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这个事的话呢 我一直在说了 对于这个监护人的失责 要负担什么 你像在古代 对官员是有失察的 你父母的话呢 孩子没教育好 也是有责任的 现在好像是什么 那个孩子不担责任了 他父母也就不担责任 实际上这事啊 父母最多担个赔偿责任 其实我认为是什么 这个恶子 干了一些坏事的话 尤其是在他这个 未成年 不担行事责任的情况下 他父母应该担点行事责任 起码是算什么 过失什么什么罪 对吧 他父母是有过失的 其实你没教育好 你孩子干了坏事 那就是过失 应当是从严处理的 而且啊 看了这事 谁让对伤害罪 我一直说了 得重新去定 因为他有些这种折磨啊 那种精神伤害很严重 精神伤害很严重的时候呢 你只给他定一个 肉体上的伤害 而且那么一鉴定 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事呢 就差得比较远 当时我也说 像那个流氓呀 会打人啊 打不成你什么伤 但是呢 让你很痛苦 对吧 就像那种酷刑 凡是用酷刑上刑剧的 都够不成你很重的伤啊 那个刑剧都是有方法的 当然你痛苦 比你重伤还要痛苦呢 那那个该怎么算 所以这个事 引起的社会的反响是什么 就是你这些事 你的何种法律的制定啊 和我们的工具良俗的 那个大家的普遍认知 有了很大的差别 实际上这有了很大的差别 相关的法律 我是认为是该改的 对于一些特别的青少年恶行 应当是有点处罚的 包括以前的工读学校 对吧 而现在的话呢 对于这样的一些人 到底该怎么样的教育 你像乾隆皇帝就是越小 我罚的越重 干脆呢 你就别活着了 当然这个事呢 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 但是现在啊 所有的小干了这些恶事 对于保护 那他成年以后会是多大奸大恶 这时得要想一想啊 下边的对于社会来讲呢 怎么维护这个社会的 公平正义和稳定 大家都是要想一想了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